过去10年,A股不涨不跌,虽然由股指编制虚针,上市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但根源还在智障的宏观背景。 这与美股70年代的10年归零类似,这行持很指,压制了盈利水平的提升,生产要素的涨压制了估值和企业的长期成长。 今天的A股也有美股80年代崛起的曙光,新经济行业诈币上升,产业新旧更替明显加快。 但是美股80年代的繁荣,除了经济的自身力量,也离不开经济因素之外的制度保障,这些对牛市而言同样重要。 来,天风宏观宋雪涛联系人向静书一,A股10年归零VS为股10年翻倍,2018年8月7日,上证总值以2779.37点收盘,10年前的2008年8月7日,上证总值以2727.58点收盘,2008年8月8日,得子以11734.32收盘,标普1296.32收盘, 那只以2414.10收盘,20年后的今天,倒值涨到了25583.75,标普涨到2857.70,那只涨到7888.33,每股三大指标都涨了一倍以上。 这与中国A股十年归零的情况大相近平,是什么造成了中美股市过去十年的巨大差异呢? 第一个解释是中美股市的股指编织差异,上证总值包括了所有涨交所的A股,并且是一样本的发行股本,每成数进行加全计算。 这种情况下,指数非常容易受到市值大铁表,介绍宋雪涛宏观团队负责人,美国北卡罗赖纳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项目研究员,诸有多篇学术论文,人民银行工作论文,CF40系列同书等,理学牛津大学金融经济史硕士, 主要负责国内宏观和产业经济研究,像竞数伦敦商学院硕士, 主要负责海外宏观和大类资产配置研究。 曾任Main Brumpel,伦多量化分析师,赵红河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主要负责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研究,现不佳的公司的影响。 典型如中石油油,2008年8月6日,中石油是A股市值最大的公司,收盘价是11.6%, 而2018年8月6日,它的收盘价是7.6%,下跌到34.5%, 加上它的权重大,严重拖累了上证宗值,而每股指数如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编制, 首先精选了30指个工业领域的赢家股票。 其次,计算方把市入选股票的价格值和除以到指出数,并不受股票市值权重影响。 所以,过去十年多数股票上涨,的直观感受和股指,十年归零的现实并不一致。 今天,A股共有3535只股票,十年前的2008年8月8日,A股有1558只股票。 在这1558只股票中,有344只是下跌的,有603只的涨幅超过110%年涨幅100%,年复合收益率大概是7%。 等人持有这1558只股票,收益率为87.13%。 图一,中国A股2008以上是股票,过去十年个涨幅区间股票数量资料来源,万的前锋证券研究所。 第二个解释,是中类股市的上市制度差异。 上市制度的特殊考虑使得A股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经济结构的真实转变,自然也无法完全分向真正创造利润和价值的科技公司的长期成长红利。 中国表现最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如互联网龙头BATJ等,都为在A股上市,自然也无法贡献到指数的上涨中。 MSCI中国,指数的前十打权重股中,BATJ4家互联网公司价比达到了34.10%, 而A股里的金融地产加原统有加其他周期性板块,占到总权重的50.7%, MSCI中国指数从2004年以来,只有三年出现了下跌,而且截至2017年底,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2018年7月31日,MSCI中国指数相比2008年7月31日上涨了32.3%, 图二,MSCI前十大权重股红色ABATJ5分号。 资料来源,Wine Bloomberg,天峰证券研究所对比2008年和2018年是之前十的中国企业。 2008年是只有中十有一家企业,位在A股上市。 但到了2018年,前十加里有四家位在A股上市,MSCI中国指数包含台积电。 图三,2008和2018年是直排名前十的企业红色位位在A股上市企业担位, 一人名利资料来源,Wine的天峰证券研究所相比之下, 每股指数的构成就恰如其分,的反映了美国经济结构的新旧更起。 一标普500位例,1957年标普500指数刚刚诞生的时候,当时指数的构成成分了85%工业板块, 10%工用事业板块,5%铁路板块,制造业是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头。 截止2018年8月8日,标普500的市值中,25.9%来自于IT,14.2%来自于医疗服务, 13.6%来自于金融,13.3%来自于科学消费,9.6%来自于工业,7.5%来自于递选消费, 最后5.9%能源,2.8%公用事业,2.7%房地产,2.5%元财量,以及1.9%通信, 图四,美股1980,1990,2000,2010年末,及2018年8月FM, P500市值排名前10公司年份有远及景单位, 百万美元,资料来源,1.Blue Book天峰证券研究所,2.A股的十年归零路, 类似美股70年代的滞长指数,编制和上市制度的差异,部分解释了A股指数, 十年归零的技术原因,但即使是和美股的选股范围,类似的MSCI中国指数, 其过去十年的涨幅也和美股有加大差异,中美股是过去十年的差异, 主要是由于中美的宏观经济背景存在差异, 简单说,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和过去十年的美国经济并不类似, 而是和美国七十年大的智障有些类似, 就经济在收缩,新经济也在崛起, 但新经济的体量和质量还不足以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 中国的民意通胀水平CPI虽然不高, 但仗在了房价地租, 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 带来了快速上升的用力成本和租金水平, 与七十年代石油危机, 引发的原材料通胀一样, 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企业没有利润积累, 也很难通过再投资, 达到长期的成长。 2007年, 美创造出一元广义货币, 能拉动0.67元GDP, 2017年, 一元广义货币只能拉动0.49元GDP, 过去十年的A股也表现出类似于七十年代美股的滞涨, 1970年, 到琼斯指数800点上下, 1980年, 到琼斯指数还是800点上下, 2008年7月, 上正宗指2800点上下, 2018年7月, 上正宗指引还是2800点上下, 股市滞涨和经济滞涨的本质是相通的, 产业结构转型持质, 全要素生产率消滑, 企业的盈利水平下降, 自然也难以支撑长期成长, 股市的盈利水平和估值提升双重成压, 这也一张了格雷厄姆的话, 长期来看, 市场是台称重机, 图五, 过去10年A股上正指数VS70年代美股到琼斯指数资料来源, Bloomberg, 天风正确研究所经济滞涨的账作用在股票的估值水平上,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美国带来了高油价格数入性通胀, 弹高了美国无风险利率水平, 压低了美股估值, 标普500金台PE从1970年的15倍左右, 下降到1980年的7倍左右, 过去10年, 中国占在了房子, 房地产近乎没有回车的高收益以致了资金对股市的偏好, 过去10年, A股的估值水平两上两下, 2009年和2015年, 分别冲到35倍以上和25倍以上, 在多数学后都处在20倍以下的估值销, 画期, 图六, 美股1970到1980年, PE vs A, 股PE, 资料台元, WIND, ROBERT SHILLA, Irational Exuberance, 天峰正确研究所经济滞涨的制作用在股票的盈利水平上, 美股1950年12月到1968年12月的牛市中, 标普500指数金通胀调整, 过得EPS年复合增速2%, 从28.58美元涨至40.82美元, 1968年12月到1982年12月的正当市中, 标普500指数金通胀调整过的EPS年复合增速下降至负1.0% 从40.82美元下降至32.58美元, 1982年12月到2000年12月的牛市中, 标普500指数金通胀调整过的EPS年复合增速恢复至 4.53%从32.58美元涨至72.3美元, A股20000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牛市中, 全部A股金通胀调整过的EPS年复合增速8.9%从0.2元涨至0.4元。 2007年12月到2017年12月的正当市中, 全部A股金通胀调整过的EPS年复合增速下降至3.4%从0.4元涨至0.53元。 过去10年,2007年12月到2017年12月, A股EPS增速整体放缓, 但绝对只从2016年开始起稳回升。 这10年A股的盈利水平, 可类比, 美股1975年到1985年, 同时也是美国经济, 在智障中逐渐完成转型的10年。 突七,A股EPS增长2008到2018年, VS美国1970到1990年, 资料来源, WIND, Bluebook天峰证券研究所, 三, A股的10年归零度, 行业结构变化, VS美股80年代, 美国70年代智障期间, 与能源高度相关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没有下降, 在28%到29开环, 美股能源业市值占比从1973年的12.8%, 跃升到1980年的27.2%, 工业市值占比从10%上升到13%, 80年代沃尔克控制通胀后, 能源, 工业和材料下降幅度明显, 经济转流消费, 创新和服务驱动, 80年代美股必须消费品, 医疗保健, 金融房地产的市值占比分别上升了7.8%, 3.9%, 3.8%, 消费兴起的同时, 信息技术具体包括计算机, 传媒互联网, 电子行业, 的市值占比法下降, 1980年到1990年, 占比从9%下降到7.0%, 突发, 1973, 1980和1990年, 每股各行业市值占比变化百分号, 资料来源, 上海证券报, 天封证券研究所过去10年, 中国的第二产业在A股行业市值占比下降了23.8%, 以化工、采权、交通运输、钢铁类代表、金融服务业银行加为银金融, 市值占比下降了9%, 新经济医疗生物、电子、计算机、传媒上升了13.4%, 高端制造器、车、机械设备上升了8.1%, 新的产业更新的速度明显加快, 目前,A股医疗板块市值占比接近于美股1980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板块计算机、电子、传媒互联网, 占比11.3%, 明显超过美股80年代水平7%, 但不仅美国今天的15.4%, 从过去10年,A股行业市值占比变化的趋势来看, A股行业结构变化, 实际上, 接近于美股80年代中期, 图九, A股过去10年行业市值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One, 天峰证确研究所, 四, A股的下一个10年, 具备什么, 缺缺什么, 1968年到1972年, 美国曾有一波操作成长消费百码的漂亮50, 方向虽然对了, 但当时业绩没有兑现, 漂亮50成了幻影, 1972年到1982年, 美股虽然熊市漫漫, 但研发投入也在大幅上升, 美之后的信息技术, 生物科技的牛市奠定了基础, 沃克尔提升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 压低通胀预期, 也为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制度基础, 1982年开始, 美国经济进入低通胀高分涨的打垮和时代, 生产力和消费力得到复苏和释放, 美股也开启了消费股和科技股的大牛市, 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中国的科研发展虽起步较晚, 当科研投入经历了快速上涨, 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20年前不到0.7%, 上升到2017年末的2.12%, 中国的科研产数也得, 吹在箭步, 根据自然出版集团一家全分值技术法, 计算的全球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2016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产出, 较2015年增长了8.2%, 居全球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但不仅美国一半。 图示, 中美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资料台元, WIND, 天峰证券研究所2007年到2018年的A股, 既有美股70年代的滞涨特征, 这行持很指, 压制了盈利水平的提升, 生产要素的涨压至了估值和企业的长期成长, 也有美股80年代崛起的曙光, 新经济行业诈币上升, 产业新旧更替明显加快。 今天的中国经济, 在居民账户, 宏观账户和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 都和美国的70年代摸到80年代初相似, 今天的A股, 也能隐约找到美股70年代摸到80年代初的影子, 但是, 美股1982年之后的繁荣, 除了美国经济的自身力量, 也离不开持续研发投入, 鼓励企业并够重组, 强势的保罗沃克尔, 更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保障,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企业破产心酸和并购重组的法律配套, 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捍卫, 这些经济因素之外的制度因素, 所构成的国员抵御, 对牛舍而言同样重要, 风险提示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团队。